第18题,使用金,密度每立方公分19.3克,和铝,密度每立方公分2.7克,两种金属,分别制作出加以两个空心金属球,其资料如下表所示,将此两颗空心金属球同时投入一杯水中,下列为合者,两球静置一段时间之后浮沉的情形。 主,物体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时会沉入水中,小于水时会浮在水面上,那么这就是考我们最基本的密度的公式的计算,叫做D等于V分之M,那我们看到金属球这个圆形的体积是100,质量是150,那么算出来的密度呢是1.5,那比我们的水大,所以它会沉入水中,水的密度是1, 那么现在方形的铝球呢,体积呢是250,质量是200,算出来的密度是0.8,所以呢,它比水的密度小会浮起来,所以圆形的金球会沉下去,方形的铝球会浮起来。 所以,第18题问我们说,下列为合者是两球静置一段时间后的浮沉形形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